欢迎收看司马会客厅 我们连续用几期的时间 听苏浩老师给我们讲解地缘证的问题 人家不用地缘证的概念 苏老师是一个有自己结构概念能力的 这样一个有自己独立观点的学者 他叫地缘文明论 我们听得感兴趣 西方的地缘的文明 它的逻辑结构是什么样的 中国是文明之 这个什么天下主义理论文明模式之下的 我们地缘文明是什么样 我也觉得苏老师说的还可以更接地气 比方说联系实际 现在中国和美国关系是这样一种状态 阿拉斯加布林肯和沙利文都吃了一惊 说中国比方说中国的最重要的外交官员 以前说话不是这样的 现在就说话之后 他们心里一惊 觉得自己失了面子 那么我们想请教苏老师 像我们的外交官员 在外交场合 特别是记者都在的情况下 这样来反截美国方面对我们的物理打压 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少见 这样一种情况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做法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预示着我们对美国 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外交策略 杨青苏老师 对现在不少的评论 说现在中美战略对话 中国的姿态变了 现在叫平视外交 而且我们敢一把我们的观点不但亮出来 把我们的底线明确的告诉对方 同时我们也告诉对方 我们这么做的 你那样做不行 所以现在我们反击对方 实际上还简直告诉对方 你也该解决你的问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 而且是注意态度 就证动作 对啊 就是啊 所以现在确实 我们这个姿态跟过去相比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时呢 我也觉得呢 也不要把它过于强调 实际上中国的外交 实际上早在实际上 讲这时候也有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他自己独立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后来我们的特别建国以后 我们的毛泽东 我们的邓小平 当然包括后来的领导 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这个 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方式 来处理好我们和这些大国的关系 那么尤其包括是美国 对吧 当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候 那也是堂堂大国领袖 你说还有点战略津津津来看我们的领导人呢 实际上那个事也不说 我们就好像就低人一等也没有这样 就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传统的 我说的文明古国和我们地缘重心国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我们自个的这个传统 有我们自个的傲气 包括到满清时候 也还有他自个的这个傲气呢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倒不用说过于强调 我们现在好像过于是低人一等 现在起来了 也不完全是这么一个状况 你们不要过于再强调这一点 现在反而把我们过去贬低了 当然现在确实我们的强调的平时外交 咱们西医主席也强到了 对不对 我们这次的两会上强调我们要平视世界 那么确实因为过去改革办以前 包括改革办的过程当中 确实我们中国的发展 跟世界的先进的水平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在逐渐发展 从为学习西方也好 学习先进的东西也好 逐渐就让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个 我们从低到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 到了今天 咱们中国确实稳定了 发展了 而且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贫困问题等等 所以从现在也开始走向 我们2035年的中国基本的现代化 以及下一步全面实现现代化 那么这个过程来看 中国现在确实我们的综合实力 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制度的建构 包括现在国家的治理 那只有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全球的治理的一些主张 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来自于欢迎和接受 所以我们自己呢确实也更加的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无论是在心态上 还是在姿态上 我们在和美国处理问题的时候 确实跟国际相比 我们现在确实心态上更加自信 而且一定程度上 我们还告诉美国 有的问题你有问题 你的治理有问题 你对处理世界上的一些方法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方式可能比你更加理性 更加受人欢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确实现在的态度跟美国是不一样 孙老师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 最新跟这个伊朗签署了25年协议这件事情 我在自己的节目当中我说过几次 但是我就是一般前表层次的思考 从您的研究大国关系 研究外交史的角度来说 像伊朗这么一个古波斯国 他跟我们过去从唐朝西汉东汉那会儿就有交往 这个地理位置一直就非常重要 现在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结果眼 签这么一个东西 酝酿很久了 这个结果眼签下来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中美这种大的格局当中来看 应该是 所以我要简单的给一个结论的话 就是现在美国呢 在做它的拉搭的队伍搞它的布局 那么我们中国呢 也在应对美国 也在做中国的布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次中国和伊朗 现在这个25年这个友好合作的协议啊 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为 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但是它是带有一个战略性的 所以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建构 那么怎么看的这个东西呢 我倒觉得这个确实美国这段时间以来 无论是它从所谓的印太地区 搞到美日澳印四边机制 那么现在呢 它要把四边再变成叫做跨plus 叫做美日澳印加 那么这样呢 想把韩国加进去 当然现在正在跟韩国谈 那么再想把未来 可能还要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像越南呀 或者甚至像菲律宾呀 甚至像新加坡呀 再加进去 所以在印太的这一块 美国的印太这一块 它现在正在建构一个 针对中国的一个结构 那么亚洲小北约变成亚洲大北约了 对啊 有点在这个社团这里边 对啊 那么同时呢 在欧洲 因为我过去也谈了过的 现在我们中国呢 在欧亚大陆 通过这种地缘重心的支撑 来建构一个新大陆时代之下的 欧亚大陆的体系 这是我们中国的外交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 三层次的一个 一种基础 所以呢 欧亚大陆这个体系 是我们中国在独立 在基地建构的 这实际上是符合 新的大陆时代的 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 但这一点对美国是不利的 因为美国的战略 传统一直在主战一个就是 它通过控制边缘地带 只有把欧亚大陆 它在里面发挥领导作用 美国才是世界的老大 所以现在你中国搞的欧亚大陆的 这个东西 那对美国就会被边缘化了 因此美国不允许这个结果的出现 所以现在欧洲 它就努力地建构欧洲 那么确实一定程度上 拜登上来这几个月呀 刚才还是有效果的 所以跨大西安联盟 它现在通过跨大西安联盟的外长会议 跨大西安联盟的北约的这么一个连接 已经前不久 拜登直接参加了欧盟的领导人峰会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讨论 而且明确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把中国作为跨大西安联盟的议题 把它进行处理 议常的议 议题的议 议题 议题 也就是说 未来跨大西安联盟 可能我们要考虑 怎么应对中国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最近这小段时间以来 你看欧洲一系列的行为 无论是它派它的军舰 英国 法国 德国 甚至西班牙 派军舰到西太平洋来 甚至还要进入南海 这是在军事安全上 开始跟美国一定程度上的协调 当然这个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再来就是在政治上 现在挑出新疆问题 你看现在的欧盟 那么现在的这个英国 英国现在没在欧盟里边 那么现在呢 也调动这些新疆问题来制裁我们 结果现在呢 在经济上又出手了 也就是这个棉花问题 所以棉花问题 不当是一个简单的棉花的产业的问题 它实际上通过这个产业的方式 预示着美国将要推动西方国家 在经济制度上 产业链上 结构性的要排除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经济战略的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现在也在欧洲 在整个也在建构这个体系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呢 确实我们已经被美国 作为对手来进行打压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当然我们必须得应对 政局必须得反击 反击应对得有基础 得有国际社会的基础 那么对中国来看呢 当然首先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实际上如果说过去 我们在1996年 明确提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明确的 还是俄方先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变成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然后最近呢 我们又加了一个新时代的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么目前呢 那么前不久 就是在中美战略对话之后 接着俄方的外长 拉普罗夫来 在咱们的南方 咱们的桃围 也达成了一个协议 共同联合声明 去云南的是吧 广西 广西 对 那么实际上这里边的内涵也很深刻 那实际上已经带有 中俄联手 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 对象当然我们也没说 但实际上也很明确了 对吧 所以中俄已经联手了 那么现在看呢 不但中俄联手 现在还有更多的国家 那么其中 在欧亚大陆啊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点区域 这就是中东 那么中东地区呢 我过去一直说过 从美国人 如果你要想当世界的领导 你必须得掌控中东 掌控不了中东 你当不了世界领导 所以这又为什么 美国在几十年来 领战到现在 一直不断地要介入中东 只有控制中东 它才能够控制世界 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啊 那么反过来说呢 如果中东出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 特朗普以来一直到现在 美国一直在世界上 很大的问题 其中在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就是它在中东的掌控力衰落了 他自己跑了 他自己六七七七七七七七八 所以我现在开玩笑 我跟美国人谈 我说你因为美国老 你们现在老把中国作为敌人 你们要搞印太 搞针对中国的战略轴型转向亚洲 你们转向亚洲 你们自我矮化 你把一个全球大国 变成那个区域大国 在区域上跟中国队友玩起来 然后你把全球给放弃掉了 我跟美国开玩笑 说你现在你自我贬低 我跟美国人说你自我贬低 但确实 你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 中东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地区 你看 现在一个苏伊士运河的大栓一堵 世界经济造的如此大的冲击 这是一个象征 那么安全问题 全球的安全问题 然后全球的这个发展问题 像能源 那么现在呢 还有全球这个治理的问题 像恐怖主义 当然也包括怎么样的 把伊士兰社会 更好的处理好关系 这都是一系列的 非常复杂的问题 结合在一块 这一系列的归结点 就是中东地区 是一个欧亚大陆的支点 所以对我们中国来看呢 也非常重视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强大以后 我们也逐渐把中东地区 要发挥作用 那么其中 现在中东地区的问题 比较复杂 我把它称为 中东地区啊 是一个缺乏地缘 重心国的地区 不像其他地方都有 但中东你看 是哪个国家 这里面是老大 没有 伊朗是大一点 人土耳其说 你伊朗大 我也厉害 沙特也不服 沙特说 我是伊斯兰的发源地 那我更厉害 你们还有埃及说 我是北非的一个老大 我过去还有古文明所在 没有一个人服一个人 以色列是我小 但是我先进 以色列说 我是磁石所在的地 所以你看中东地方 就这么一个状况 您的理论用在这儿 还真是 所以我就把它称为 叫什么 叫做中东地方 我把这声音叫做地缘塌陷地区 没有重心支撑不起来 其结果就是塌陷 由此它导致中东的一片混乱 二战以后直到今天 没有一个地缘重心国 在那支撑起来 其结果导致中东的混乱 导致外国的力量 不断地介入进去 不断地在挑动 这就是问题 那么过去是美国 想发挥一个意外的支撑解 确实相当成的它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慢慢的它摔了 那么俄罗斯现在进去 美国的摔俄罗斯进去 所以现在美俄在中东 一个大博弈在那 那么其中中东一些国家也发现 中国现在经济力量如此的强大 相当成的它需要中国的这个市场 基于市场 它需要中国的投资 基于投资 它需要中国在这个地方处理 区域安全问题 或者动脑问题的这个影响力和能力 所以现在有的人希望中国能不能派军队过来 当然我想我们不会那么做的 但是最近您注意到一个事 王毅是表示个明确的态度 北京计划请以色列 这个什么巴勒斯坦 你们一块来北京谈 这个行动我觉得有点新鲜 以前好像没有过 是这样 以前我们都说你们好好谈 对啊 联合国土地会和和平 然后呢 多少号决议 支持你们建国 但是你们是希望你们相安无事 我们都是这么谈的 对 两边都谈 对 而且我们的领导人去一次访问 我们这边去以色列 这边去沙特 这边去巴勒斯坦 我们都是这样 一碗是端平的 现在呢 我们外电解释为中国方面增加了在中东的影响力 直接呢 把双方代表拉到北京来谈 对 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刚才说了 中东长期动乱不定 我们呢 就是希望 我们在域外看你中东 希望你们大家好好谈 然后我们呢 可以支持你们 甚至包括伊核问题 基本上我们还是站一个边缘的角色 让你们好好谈 你们搞得解决问题 但现在来看呢 中国看来发现 我们不当是支持你们好好谈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好好谈 甚至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平台 让你们来好好谈 现在中国就发挥这样的作用 可见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在中国的这个 在中东的作用 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前天啊 我们这个中国伊朗的这个25年的 这边的合作的这个协议 签订 实际上一种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它象征的不当是中国 我们实际上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 而且这个作用不是为了简单的指使中东 是一个整个的欧亚大陆的大布局 所以俄罗斯 伊朗 当然还有其他的东南亚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 我们逐渐逐渐也要形成一个应对美国的大的这个联盟体系的这种布局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说战略性的安排一种考虑在做的 我记得布尔金斯基那本书什么书来着叫 大棋局 大棋局 大棋局里边谈过这么一个意思 他说啊 如果美国人短视 就会出现那样一种局面 中国 俄国 伊朗结盟 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局面 那是美国人的失败 短视的战略家 才会呢 营造出这样的氛围 逼迫他们 但是现在 我们虽然不叫结盟 但是这的确有这么一种倾向 您认为是今天美国没有战略家 还是美国选举政治 导致他必须要走这么一步棋 怎么看这件事 对美国来说呢 确实是一种它的影响力的下降的一个象征 那么影响力的下降当然是综合因素所考虑的 那么综合因素所考虑也导致了美国的战略眼光 战略的功能和作用也在下降 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地位的下降 是整体的美国本身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衰落 但确实它的功能作用在下降的一个象征 所以你看前段时间 中东的问题反而俄罗斯在流畅唱阻绝了 美国在弱化 美国没有办法提供公共产品 连平台都搭不起来 是啊做不起来了 对呀 当然现在他有曾经拜登 拜登这样不行 也要回去 要回去 但回去你回去到什么程度 俄罗斯现在已经很强势了 那么现在来看 当我们中国在中东的这段时间 我们跟相关国家关系的很不错 包括以色列 所以中国我们以一种和平的 一种建设性的 甚至于是经济的作用的角度 实际上也在中东发挥作用 这个时候美国再回去看看 它的影响力 它的功能作用 实际上明显是要降低的 那么现在如果 当然现在中东问题还比较复杂 尤其它的民族问题 它的宗教的派别问题 导致他们互相之间也矛盾 那么这个当初了 我们中国怎么办 看来在这点上 因为我们中国本身 就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协调体 所以我们的很多民族管理的经验 也可以帮助别的国家 我过去说了 缅甸应该向中国学习 我到缅甸去 告诉他们 现在来看 中东可能也可以某种程度上 向中国交流 中国也可以以我们的经验 来向中东国家 来发挥一种建设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请他来 我们坐在一起来讨论问题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宗教的派别 而且不同的宗教 可以来探讨一下 共同的一个 为区域秩序的建构 获得一种共赢的基础 那么从目前来看 我们中国当然和埃及的关系 是传统友好合作 没有问题 我们和沙特的关系 也非常不错 我们的一带一路 给沙特带来很大的效应 那么我们现在 中国和土耳其间的关系 现在来看 也还是一定程度上 有协调 还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呢 伊朗的关系 现在来看 我们长期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一直不断 目前来看 伊朗呢 由于在中东里面 它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突出 所以如果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能够更加密切的话 实际上使得中国呢 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功能和作用 来帮助整体的中东国家 来之间相互的协调 所以实际上 我们处理伊朗的关系 25年的友好合作 还不当是中一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使得中国 可以在整个中东 可以有更好的作用 来协调相互之间他们的关系 然后如果中国以这种方式 在中东之间协调关系了以后 欧洲国家 可能对中国也会更加的尊重 因为欧洲跟伊朗跟中东啊 那是关系非常密切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退出伊核问题 欧洲死后不能退 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对他太重要 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筹码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话 使得中欧之间 可能在处理中东问题的时候 我们之间也可以来协调协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型的这个深层次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里边呢 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战略运作的这个基础 甚至于是筹码 苏老师讲好 让我们对中东这个乱局 以及中国呢 我们王院长到中东去抓一圈 中一千年二十五年战略合作协议 这个事情的背景啊 前一后隔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苏老师说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对于中东呢 我们花更多的作用 我们愿意大建议平台 愿意你们好好谈 我们跟美国有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的确是一碗水端平的 我们是真心愿意朋友呢 捐弃前嫌的 而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支一派打一派 今天支持一帮 明天支持另外一帮 甚至和恐怖组织 那关系都是不清不楚的 甚至是专门支持其中一帮人 干掉另外一帮人 然后再把他支持那帮人 再干掉 甚至公然在中东第三国 对人家的国家的将军 搞国家恐怖主义 所以如果美国当大哥 没问题 但是大哥要有个大哥的样 大国要有个大国的样 本期节目到这儿 感谢收看 下期见